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好在派李前总统 镜头再回来 帽子已经戴好 他的脸上却看得出十足懊恼 陈廷宠不仅在军演中丢脸 后来幸运高升陆军总司令 期间却动用军中特权 袒护自己儿子 民国八十年 陈廷宠的儿子陈大勇 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开车载友人却在芳僚出车祸 军方硬是将人送到一旁 加东战被盗 还出动直升机把人接手 完全不符合正常程序 曾经宣示 效忠中华民国的二级上将 二零一六年 竟然跑到中国 跟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一起听习近平训话 从二零一年年开始 陈廷宠就创立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 频频跑到中国领取奖项 论坛IP沦为中共统战平台 陈廷宠曾誓言反共到底 如今轻忠反红 丢掉军人尊严 比国庆上灰刀 斩掉军帽 还要讽刺 三逊陈君解释放车 泰国道